北農每三年一次人事改選 都是北市府和農委會經營權大戰 今年北市府和雲林張榮衛的農會派系統合作 力拼董事長總經理換人當 26日北農召開股東會 除了改選董事和常務董事 還要改選董事長和總經理 據瞭解這一回蒋萬和張榮衛系統合作 董事長部分打算推派前金門縣長楊正吳 總經理則打算讓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農業局長 同時被認為屬於張家勢力的吳芳明擔任 企圖改變過去總經理 都有農委會推選的慣例 農委會也痛批 董總權拿不僅沒監督機制 做法相當霸道 尽管前一天北農股東會 已經選出23席董事 包含北市府五席農委會四席 加上民股五席 北市府派獲得14席過半 而農委會和清果社共取得9席 但為了表達抗議 中央派9席全數退席抗議 導致會議未達法定人數 宣告柳慧 北農董事會中指新任北農董事長總經理南產 預計六月三十號再開會 但到時候只要二分之一常懂出席 就打法定人數 市府和中央兩派勢力 勢必會再上演激烈攻防 塞水國祖文 我採用台北怎麼到